要说小时候陪伴我们成长的一部剧当属环珠格格了,其中黄阿玛小燕子和五阿哥每一个角色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看来还非常精彩, 每年暑假影响不了环珠格格的热播,每一次齐聚现身总能引起一大波回忆杀,8月11日张雪林现身中餐厅的录制,张雪林在与大家闲聊的时候透露出当年出演环珠格格的时候才41岁,现在赵薇才42岁,苏友鹏也不过45岁,黄阿玛当年可是比现在的赵薇苏友鹏都年轻, 人到中年就已经有了老戏骨的风范,也能看得出来张雪林演技精湛,当年是一个非常稳重的人,不过她年纪越大却活得越像一个小顽童了,现在张雪林已经61岁那看起来依然中气十足,跟当年拍摄环珠格格的时候的容貌几乎一模一样简直一点都没有变化,甚至被网友戏称动刘少男了,黄阿玛笑称一直以为, 自己跟舒奇是同一辈人,现在舒奇才42岁跟62岁的张雪林年龄,可是相差了几十岁呀,听到这番话之后,舒奇也不免笑哭,都快要气的抱走了,舒奇到现在看来,还非唱少女男友那么老,张雪林在里面的表现相当宝怪,黄阿玛不免惩祸连连, 不是把过搞搭了就是把水给到了,节目组不禁表示,时间真是一件神奇的东西,当年的小店子已经长大了,黄阿玛却成为了闯祸的那一个, 网友表示,张雪林的表现感觉,就像以前父母手把手交我认识世界,现在父母却成了需要我们手把手交的那一个,时光真的过去的太快了,全眼间就几十年, 这段话一出不免让大家都有些泪奔,网友们看到他们关于年龄的闲聊纷纷表示,明星们看起来都很年轻,黄阿玛六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像四十多岁的人,二十多年容颜依旧为变,而五阿哥和小燕子更不用谈了,都四十多岁了看起来,仍像是二三十岁的,简直是都连无疑了,而在舒奇被调侃跟黄阿玛是同一代人, 的时候更是引起了网友们的惊讶,毕竟舒奇看起来超显年轻,跟才刚成年的王俊凯,站在一起,完全就像是姐弟,根本看不出来差了多大的年纪,不过明星们平时对自己的保养特别在意,连吃的喝的都要尽挑细选,难怪他们长得如此的年轻了,但时间过去的依然非常快,大家还是不免都老了, 真的是岁月不饶人,Band也则证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